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讲了很多设计的案例 我一直想惯收大家这样一个观念 说设计一点都不难 设计就在我们身边 只要你用心都能做好设计 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 如果只是作为一个业余爱好 去做一些跟设计有关的一些工作 其实并不难 但是设计毕竟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学科 它有它自己的理论 有它自己的一些方法 所以设计也有一定的程序 必须按照一定程序去进行 能够遵循一定的一个流程 设计也是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既是独立的 它和其他学科有明显的一些界限 它又是开放的 它需要和其他学科发生联系 所以我们说这节课 想跟大家讲怎样来做设计 首先要介绍的是关于设计程序 因为讲到了设计是有一定的流程的 需要按照一定的规范去完成 那按照国际通行的一些理论 其实设计的流程也有不同的说法 我们在这里可以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些 关于设计流程的一些简单的一些步骤的一种分法 第一个想给大家介绍的是关于三步法 什么叫三步呢 把设计流程如果按照这个时间顺序来分的话 大体可以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称之为叫问题概念化 什么叫问题概念化 问题是从哪里来的 问题是从生活当中来的 所以我们要从生活当中去发现一个问题 然后呢要形成设计概念 也就是说问题概念指的是 从生活当中提炼设计元素 形成设计定位 最终呢对设计呢产生决定性影响 第二步我们称之为叫概念可视化 因为作为设计师最重要的工作还是需要把你的设计用可视的方式来表现出来 让人看到呈现出来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会有一系列的一些可视化的一些技术和方法 比如说草图 效果图 电脑三维线模 最终的电脑渲染效果图 甚至是动画等等的多种方式呢都可以称之为是概念可视化的一种途径 当设计师把你的设计概念完整的表现出来之后 传递给工程师 工程师呢和设计师密切合作 沟通呢把这个设计呢推向最终的一个阶段 称之为叫设计商品化 设计完成之后最终要干嘛呢 要变成产品 要变成商品 要放到市场去销售 这个过程呢需要很多的技术人员和商业模式去推进 所以呢如果按照大的红号来分 可以把设计程序呢分成这样的三个步骤 但是归接到设计本身 往往很难用这样的三个步骤来进行详细的划分 可能这个过程中呢还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这个方式方法 比如说荷兰 戴尔夫的理工大学曾经把创新设计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那这四个阶段分别是第一步首先制定设计政策 什么叫设计政策呢 所谓设计政策首先要确定你的目标是什么 到底你的设计要解决什么问题 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你的产品定位是怎样的 你将来通过这个产品要实现什么样一种价值 围绕这个目标来定义整个设计的战略 目标和战略联系在一起被称为叫设计政策 到第二步从设计政策出发来寻找创意 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会用到很多一些技巧 可能又有很多的不同的一些方式方法 然后呢使得这种创意呢会越来越多 当这些创意产生之后进入到第三个阶段 我们称之为叫严格发展 那严格发展的意思是从里边选择出有价值的 有开发潜力的这种创意进行下部的发展 然后对它进行一些约束条件 使它呢变得更加的符合市场中要求 最终要干嘛 第四步到实现 所以按照这种分法 整个设计流程可以分成 设计政策寻找创意 严格发展和最终的实现 这样的四个步骤 那这种分法呢也是表现了 在这个设计过程当中 不同的阶段要实现的不同的目标 这是荷兰戴尔福特的 他的这样的四个步骤的分法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给大家介绍 像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 他们曾经提出过一方法 叫设计方法的工具箱 在这个工具箱里面 把整个设计流程分为六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要做项目的计划 第二个步骤 是围绕着计划 做市场调研 你要走到市场去 要调研用户 调研相关的一些不同的产品 同类产品呢 在市场上能表现 以及市场对你要开发的 新的产品的一些需求 第三步 开始进入到我们的创意碰撞阶段 这个时候呢 会由不同的人提出不同的想法 创意是碰撞出来的 大家要相互的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 相互激盪 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同的观点出来 所以我们通过碰撞 然后进入到第四个阶段 我们称之为拓展阶段 使得好的创意呢 得到发展 然后使得不同的创意呢 能够体现出不同价值出来 进入到第五步 叫创意评价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会对经过筛选出来的不同的创意呢 进行选择 然后按照优缺点呢 进行排列 最终呢 选出有价值的方案 进入到最终阶段 这个最终阶段称之为叫沟通 什么叫沟通呢 我理解是 它会把你的创意 去完成到设计过程当中 用设计师的语言来表现出来 用这种方式呢 去和工程师 去和生产制造 去和不同的环节呢 进行交流 这个过程称之为叫沟通 那我们举一个汽车为例 如果你要做一个汽车设计 可能前期会有 很大量的一些市场调研的工作 到了创意碰撞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几百张 甚至上千个草筑方案出来 大家会出不同的一些创意 但是到了创意拓展阶段的时候 到了第四个阶段 可能只会选出大概几十个 有价值的方案呢 进行下部的发展 到创意平下阶段的时候 可能只剩下几个方案了 那最终会选出一到两个方案 进入到最后的环节 所以就像大家看这张图一样 整个设计的过程 就是像这样一堆乱麻 输入是一个目标 这是唯一的 那输出呢 也是唯一的 是一个最终的方案 那但是这个环节 纠缠不清 会有很多的一些思维的一些碰撞 会有很多的一些新的创意的种产生 似乎你会纠缠于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细节啊 会觉得中间呢 会有很多一些纠结的地方 但是最终的目标你要很清晰 因为开始提到了 项目计划的时候 你的目标是唯一的 最终的产出是唯一的 沿着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可以使我们的设计变得更加有序 那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绍呢 是由斯坦福大学开发的一套课程 那斯坦福大学呢 和美国Ideo公司呢 联合办了一个学院 叫称之为Disco 什么叫Disco啊 这个Disco它没有任何的学位证书 它不发毕业证 它需要的是跟另外一个专业一起读 而斯坦福大学的所有的学生 都可以在这里面进去选课 它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课程 有一些课程呢 是关于设计的 有关于创造力的 还有创业的 还有一些跟教育 社会商业 领导力等等 有关的一些课程 它这里边呢 促进了设计和工程之间呢 和人文艺术之间 和商业等等 各个方面的一些有机的结合 他们会聘请几十个 来自不同学院 不同专业的老师 和几十位从硅谷 聘请的一些行业的精英 作为一间职老师 来共同参与到这个教育过程当中去 所以呢 Disco呢 这几年发展非常快 也在整个这个国际上呢 有非常高的一些声誉 Disco曾经开发了一套 非常完整的一套课程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把设计流程呢 分为五个步骤 那我们看这五个步骤 分别是什么 第一个步骤 一本叫Empathes 什么意思啊 翻成中文 有不同的翻法 叫移情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第二步是指的定义 怎样去定义 第三步 创意 第四步 原型 最后一步 测试 分成这样的五个步骤 那我们来看看 这五个步骤 分别是做什么样的一些事情 关于移情 什么叫移情啊 移情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设计师 能够了解用户 到底想要什么 我们经常会提一个说法 说你去问用户 你想要什么 你往往得不到一些 正确的答案 为什么 因为用户 他自己可能还不知道 自己想要什么东西 他只有一些 潜在的一些需求 是没有通过调查 通过访问 能够直接得到的 我经常会举这样的例子 我说这就像 你去问一个女生 你想找一个什么样对象一样 他会说 我找一个 这个身高一米八 长得帅 有钱 六块腹肌 等等等等 可能会有这样一些 不同的要求 但是真正 他喜欢的那些人 出现的时候 这些条件都变成虚的 这些条件都不重要了 为什么 这就像消费者一样 他 你去问他的时候 他会有提出很多 不同的一些需求 但真正当这个产品 出现的时候 他会说 这就是我想要的 所以我们所谓的移情 就是要了解用户 他的潜在需求是什么 挖掘出他的内心的一些想法 通常移情呢 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观察 观察意思是 你在侧面去了解这个用户 他做了什么事 怎么去做的 他为什么去做 他的目的是什么 那我们还举那个 找对象的例子 他就像 你如果真的喜欢这个女生的话 你可能去观察他 喜欢做什么事 有什么习惯 有什么爱好 他喜欢看电影 你能不能利用这个 能够和他创造一些条件 这就属于观察法 第二个呢 还需要吸引 这个吸引这个词呢 我们指的是 要需要和用户近距离地进行交谈 要做调查 也可以用文件的这种方式 尽可能了解一些真实的一些想法 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需要和用户呢 产生更多一些交集 不断地去跟用户去交流 然后呢 获取他们的一些真实信息 除此之外 移情法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 称之为叫沉浸 什么叫沉浸 意思是说 你要体验 用户所体验的东西是什么 也就是说我们经常会说的叫换位思考 你要站在用户的角度去出发 去考虑问题 说他想要什么 他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会怎么去做 我们说 移情其实是讲呢 怎样让设计师更好的去做用户体验 让你呢 能够了解用户的真实的想法 真实的情感 而这种方式呢 会对今后的设计工作呢 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第二步 定义 什么叫定义啊 定义意思是说 要把你对客户的了解呢 用概念的形式呢 就表现出来 比如说在三藤大学第四够里边 他会提出一种方法 叫point of will POV 缩写成POV 他指的什么意思 说我们的客户到底是谁 你的这个设计 针对的对象到底是谁 你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是什么 哪些是用户真正想要的解决的东西 对于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会有哪些假设 有哪些不可控的一些因素 那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设计 来完成什么样的短期目标 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长远的影响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方法是什么 这些呢 都可能是对设计定位产生非常重要影响的一些 这个要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把这要点呢 一一列举出来 来决定我们要做的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认为 所谓定义就是指的 我们通过前期的市场调查和分析和移情 我们要 对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呢 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针对这个目标呢 开展设计 第三步 那就进入到我们的创业阶段了 创业阶段呢 要尽可能去想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解决方案 然后把自己的这些解决方案 能够涉及到的人 涉及的一些这个方法 都能够详细的列举出来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追求数量上的一些这个要求 我们会列举出更多的一些不同的一些方法出来 这里面会有很多一些具体方法 我们在后面还会具体介绍到 到第四步 称之后叫圆形 什么叫圆形啊 圆形它的定义是说 用最短的时间和最短的这个成本呢 来做出一个方案的雏形出来 那这个里边呢 会用到了不同的圆形 我这里边要讲呢 大体呢 是这样两种圆形 第一种圆形呢 称之为叫概念圆形 什么叫概念圆形 是指的 我们需要 把我们的设计概念 能够表现出来的东西 对于设计师初期的时候 他可以用草膜 用橡皮泥 甚至是用一些这个石膏 来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手膜 然后到了第二步 需要把这些模型呢 继续的细化 完成精细模型 在汽车设计当中 设计师可能需要和专业的油泥模型师 共同来完成 这个不同的模型的制作 在草膜过程当中呢 可能只是需要做成 一比十一比十五 或者不同尺寸的这样的一些草膜 但是到了模型 一比一的这种油泥模型呢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过程当中 不是来简介你的设计 而是一个再设计过程 你需要在过程当中呢 来调整一些细节 到了最后一步 就是我们所说的手板模型 这个呢 要求是跟原尺寸做成一比一 能够真实的把你的所有的一些创意 一些设计 能够表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模型 称之为叫手板 那除了干净圆形之外呢 还有一种圆形称之为叫功能圆形 那功能圆形呢 早期的时候可能是叫做圆形机 是指的你只要能够实现它的功能 那外观不需要做的多么的完善 但是你需要用一些电路啊 用一些那个技术 把它实现出来 能够运转 能够验证你的这种设计的有效性 就可以了 但是到了最后一步 需要做一样机 那样机是指的能够把概念和功能 都能够真实表现出来的这种圆形方式 所以我们说圆形呢 是设计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不仅是为了验证设计 而且是为了修正设计 到了最后一步 在Disco的设计方法里边呢 最后一步称之为叫测试 所谓测试是指的 把你做出来的圆形 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商业模型 那放到市场上 交给用户来进行测试 这里边可以大概分为这样的几种方式 第一种呢 叫用户测试 交给用户 消费者到底真真正喜欢你这产品吗 你让他去试用一下 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出现什么问题 这些问题呢 会不会影响对你的这种设计的这种最终的效果 第二个呢 是指的技术测试 因为这种技术的可靠性 必须经过反复的一次次的测试呢 才能够得出来 哪怕是只是设计一把座椅 它能够做多少次 我们在宜家商场里面 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些椅子 上面呢会有一个这个机器呢 一下一下的来锤这个椅子的椅座来测试 它能够经得起多少次的这种撞击 那这种呢就是属于这种技术测试的这种范畴 那我们说在汽车里面的话 碰撞实验也是一种技术测试的一种方法 那此外还需要做到的就是我们说的市场测试 也就是说我可以把我的产品呢 放到市场上来验证它的这个用户 对它的这种欢迎程度 所以这些呢都是属于测试的一种方式 那我们会发现 刚才讲到的这些设计程序 其实体现了设计思维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 我经常会讲说做设计跟其他学科不同地方 在于呢可能更多的艺术学科比较倾向于是感性思维 而一些工程学科呢比较倾向于理性思维 而设计程序就是理性和感性交叉进行的过程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刚才我们讲到的 从DISCO的它的这套设计程序里边 第一个阶段移情 其实讲的是一种感性思维的方法 我们要考虑用户到底希望什么东西 我要去站在用户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这些呢都属于感性思维 那第二步定义 那很明显这是属于理性思维了 你需要把一些感性的元素呢进行重新的梳理 整理成一些具体的一些设计目标 这就属于理性思维在发生这个作用 第三那我们说创意一段肯定是感性的 因为我们提到了要不断的去进行思考 产生更多的一些创意出来 最后做的原型做的测试 很明显又回到了理性的这范畴里面去 所以我们回顾整个的设计程序 它就是感性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发散思维 理性是一种集中思维 那再感性又发散 再理性又回收 所以它是需要你的思维呢 不断的进行发散和集中 发散和集中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进行完成的 所以它不同于其他学科 它有它自己的一种思维方式 那掌握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 可能有助于我们解决一些其他问题 在这种方式来进行发散和集中的一种思维方式